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同个图档呢 使用相同的资讯呢 我们会透过图块 来去同步更新对不对 当你如果说是跨图档的时候呢 更典型的就是图框啦 我们每个专案呢都有图框 图框的内容呢是一致的 是共用的 如果你今天使用图框是使用插入图块 OK也没问题可以 你有10张图档 当业主只是说 图框要加资讯加戳记等等 你就必须开10个档案去做 新增动作 如果说他要拿掉的资讯 你一样就是要开10个档案 然后全档离开 开每张图档 想象一下 你有一个大型专案 他有那么多图档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每次都要花时间去 一个月打开很花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善用外部参考 他的概念就是说 他让这张10张图档呢 去连结同一个 所谓的外部参考的图 就是我们图框档案 然后我只要 更新之后呢 同步更新 跨档案的同步更新 所以再一次 图框是 同一个档案使用相同的物件 做图框来做使用 如果你今天是跨图档 就可以使用外部参考 所以跨图档使用的资讯呢 不只是图框 如果你像 建筑界来讲 你有一些柱的轴线 你可能有一些表格 有一些 注解说明 你想要让 每张图都显示 都一样的资讯 那你就必须使用外参 可以 以意待劳 好 现在有观念 可能大家还是 听不太懂 没关系 我们直接来 范例操作 好 那我目前呢 这里有201 S201跟S202跟S203 三张图档 分别都有图框 那我要怎么知道 他是否有 去插入 或不参考 你可以选他 然后呢 开启 禁止 他会告诉你说 他的物件是 外部参考 OK 这是外部参考 没问题 把性质关掉 然后你就可以按右键 开启外部参考 他会去开启 这个档案的所在的原始组档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目前呢 注意看这边 我这边的S201跟S202跟S203 我去连结 联动的这个 所谓的 X-TBLK 这是一个图框的档 所以这个资讯呢 我只要在这边 做更新 那我有连结的地方呢 会同步的去做更改动作 我先来 简单画个圆 假设这边有个圆 叶图指示 这边放个戳镜 或一个符号也好 我只需要呢 这边做存档 好 那因为目前我 201跟202跟203 正在打开 所以这时候你 切换 视窗的时候呢 他右下角会有个 提示 请你点选 就会同步更新 有没有看到 所以202跟203也是一样 同步更新 如果你今天没有开的档案呢 你只要下次开 他就会保持在最新的状态 OK好 那我这边要按for 我再打开一下203 好这边使用open 去打开我的203 对不对 开启 这边就会 即时更新这个图档资讯 OK吗 所以这是 WebTanko的使用精神 他可以改个图档呢 就会 同步更新 除了图档 你就不需要像我刚刚提到说去花 太多时间了去开图档一个一个做修改 OK好 所以他插入外部参考的方式就跟插入图块一样 你只需要呢 将我们的 档案呢跟我的 底图跟纸图呢 放在同个资料夹 方便你管理就可以了 好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打开资料夹看看 开启 目前的档案位置 我的习惯呢 我在论堂上面的教学 都会说明说 当我的 这是 XREFS 这边是我放 Y3的 图档的地方 这边是我正式图档的地方 这样以向做区分 以方便做管理做使用 好那我们再一次喔 我这边呢还有放一个叫做轴线的 一样 把它 按两下打开 这边是不是我的 驻轴线的系统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这边编号呢 要做个更改 例如说这边要把它变成 先做个简单的更名 假如说今天改回XX好了 我只需要呢 更改完毕 图档做关闭 那我这张图档呢 因为它是一个建筑图 它所有的驻轴线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相同的资讯要共用 请你要靠短共用 你可以用web餐的方式做连结 好连结好之后你看 这边只需要重新载入 这边同步更新 看到吗 对不对 非常方便 那边一样 这是旧的资讯 你只要 选择重新载入 就会及时做更新 所以就是说呢 可以 以意代劳 同步更新 所以当你理解外参的功能 就可以这样做操作 它的插入方式非常简单 好连结方式也很简单 就跟插入图块一样 你可以试上看 那如果你有问题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做提问 或者呢 参考我的2D入门课程 其实我把它 归纳到2D入门的课程 这是我觉得在工作中 必备的功能 它可以帮助你 我常讲 OLOK可以帮你做的事情 请你让他做 我们来做更多人要做的事情 例如说做一些规划等等 那一些使的工具 一些同步更新的呢 就请OLOK来帮助你 你这样才会工作更有效率 以上呢是关于 外部参考的使用时机跟精神 今天 这个说明呢 只是让大家 理解 如果你不使用外餐 也可以 你就花时间 如果你没有时间 强烈建议使用外部参考 非常好用 我的工作呢 每天都用 我会强力推荐我所有的同事 或朋友 甚至于我的学生 我都会去 强烈提醒 一定要使用这个 让你的工作更有效率 好的 我是苹果爸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你帮我订阅 按赞加分享 我需要你的支持 跟我互动 我很乐意跟你做分享 我的知识 跟技术 好 那我们就下回的影片再见 拜拜